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柯是我们故事FM的制作人 你听过的像《跨性别者的母亲》 《疯狂的石头》系列 DNA亲子鉴定师 这些故事都是由梁柯采访制作的 那前不久呢 梁柯去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在那里他也采访了很多人 今天我们就请梁柯来给我们讲这个故事 提示一下 本期节目包含少量粗口 如果您身边有孩子在场 请带上耳机收听 大家好 我是梁柯 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关于焦虑 关于发泄的故事 我人生中最焦虑的 应该是毕业后的第一年 因为当时工作不太顺利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公司里面受了一个非常大的委屈 当时情绪很崩溃 然后我完全凭着脑子里的直觉 做了三件事情 首先我冲进厕所 大大叫了一番 然后我下楼吃了一大喝冰淇淋 最后回到电脑前 看了一部电影 名造猪耳积木 那天之后没多久 我就辞职了 但有意思的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 每当我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都会下意志地 去重复这三件事情 很奇怪的是 只要我把这三件事做完 我的情绪就发泄掉了 前一阵子 我听说 北京开了一个 专门用来发泄情绪的地方 名字叫发泄屋 你去了以后 可以在里面包一个房间 躲起来进行了杂东西 虽然是我最近 并没有什么发泄情绪的需求 但是我很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人 会专门去这样一个地方 用破坏东西的方式减轻压力 所以说 我挑了一个周末的下午 找到了这家发泄屋 和我想象中一样 他原本是一间旧厂房 里面有三个房间 外面有一个等候区 我到的时候 等候区里刚好有两位顾客 正在穿防护服 其中有个男生特别的显眼 因为他满头都是五颜六色的脏辫 等候区里 还有一个店里的工作人员 他们正在商量 一会儿要去房间里砸什么东西 咱们基础套餐里面包括 就有两套防护服务器 安全头盔 30分钟的计时 每个人有一筐瓶子 大概一筐是20多个左右 除了这些之外 就是这里摆的一些家电 都属于自费的 看您个人了 我踩了 还择家电 人太狠了 贵点了吗 我能擦擦吗 贵点了就是电视 比较紧张的就是那个电磁炉 那个那个微波炉 需要你在这签个免责声明 选个武器 那就可以借武器 电锯吗 那锯子 没有 还穿鞋是吧 我来我帮你戴帽子 一些注意事项 一会儿就会跟您说的 我看一下他们的免责声明 上面写的是 来条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 比如说 中途不能加下头盔 加下头套 不能做出任何危机人身安全的举动 比如说相互殴打 当然除了这些以外 房间里面有监控摄像头 工作人员一旦发现顾客 有什么过激行为 就可以及时叫停 两位顾客没等多久 最大的一间发泄屋就空了出来 我进去看了一下 房间差不多有半个教室那么大 里面很空 只有一台空调 一组音箱 一个计时器 一个大铁筒 墙角还有一堆玻璃碎片 咱们的瓶子是放在这个上面 咱们人始终在角度在这个方向 我放点根 我们得先上根 能吗 如果你不喜欢可以左右减轻 计时开始后 我和工作人员一起离开了房间 从监控里可以看到 两个男生在房间里 很快又进入了状态 不到20分钟 他们就把两框酒瓶砸了稀巴烂 那个我用很多办法砸玻璃 高尔夫球 棒球 打篮球 双手扔之类的 就是怎么花怎么来吧 要么就是那个 砸爪一样 同时三个瓶子一块扔空中 一磅砸碎 感觉就很饱满 挑战一些 比较有技术难度的东西 跟射击的感觉不一样 就是跟拳拳倒肉 可能说更有 更有血腥一点 我特意问了一下 这个满头脏贝尔男生 是做什么职业的 果然他是个玩说唱的 名叫Pussyboy 今年才19岁 作为一个怼天怼地的rapper 我猜 发泄情绪这种事情 对他来说 可能是一种职业上的刚需 因为就 于我个人来说 我其实是 生活压力比较大 本身可能 就是我比较有才华 同时我比较学富武车 你们就是知识比较渊博 所有的知识分子 他都是会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对于我个人 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对 我哥们他 那他自己说吧 我 我就失了 然后就是想喝酒 也往大喝 什么的 也没必要 说不行 就擦擦瓶子 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 骂他快 骂他 曝光了 渣女 名字就说 那个姑娘是 因为他通过我认识的 昨儿那个姑娘 就是叫我去KTV 因为这两天 他们不是闹分手 闹很不愉快 我就去问问 他是怎么想法 结果一进去 看下他跟他前面 有抱在一块 又轻又跳的 其实昨晚上 我差点十步杀一人了 我酒瓶子 已经抬起来了 但是我放下了 因为我觉得 我替我的兄弟 感到不值 要是如果不是我 他也不会认识 反正昨晚我也挺难受的 但是我兄弟更难受 我问他想干嘛 杀人 然后那个 我说那你给我一拳吧 然后他框给了我一下 去你替我 今天是早上出来的 陪他去趟公司 结果他公司 那个部门还休假了 办事没办成 我俩在那个 首都机场边上待了 半小时吧 他就跟我念叨了 半小时要杀人 然后我寻思那 咱发泄来吧 我这样有这么地儿嘛 然后我就过来了 Pussyboy说 就算他的哥们没有失联 他也早晚会来发泄屋一趟 这些年来 他想发泄的东西 实在太多太多了 这个比较说来话长 怎么说呢 因为家里不太支持做 我做说唱音乐 然后那个 他们觉得音乐 养候不了我 即便我跟他们说了 我乐意去 为了整理这个东西挨饿 而其次就是 我现在有自己的 营生的勾当 我已经能维持自己生活了 因为他们就是 我父母比较美国思想吧 他们很早就出国了 然后一直就 18岁我就没有管过我 Pussyboy说 这些年间 他跟朋友一起开了一家酒吧 除此之外 还做了些倒卖球鞋的生意 虽说这两门生意 利润都不错 但投资也有风险 他遇到了一次 投资滑铁路 就前几天 就Theris got发售 快一个月了吧 发售完以后 其实是涨到1万3 我没有卖 我寻思这个鞋 不涨到1万8 他对不起的 然后北美突击发售 第二次以后 就开始降价 中国发售完以后 就当时一度降到 四五千块钱 我的心是 八两八两的 因为就本身 我没有那么多现金流 也借了一部分钱 朋友管我要吧 你不能不给他 然后就把上两钱 都给他了 在此我要骂一下 那个耐克官方啊 他们说的是 5万双超限量 结果后面发了 十几万双 让我赔的倾家荡产 血本无归 Pussyboy说 在他赔的倾家荡产之后 也想过 要向父母寻求帮助 但问题是 父母对他的态度 反而把他的情绪 推向了谷底 我只是想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身边站的我 应该是 最坚定的是我的家人 我妈妈给我来了一句 为什么你爸不管你 我爸给我来了一句 我为什么要为你和 你妈的选择买单 你们不管我 那我确实没话说 罚定这个年龄到了 对吧 你们也没有必要 再管我 所以还是朋友 其实我帮助更多 可能跟父母 也没有办法 太多沟通 因为之前 他们都是经商的 希望我肯定 就是好好学习 自称父业 自称母业之类的 但是没有 十一二岁吧 当时我会在 就是家里面 录自己的demo 然后会录自己的歌 写自己的东西 因为我语文 文学素养 还是比较可以的 我说了嘛 我才华很野 除了我爸妈不认可 我其实我一直 都挺被别人认可的 他们都会觉得 我就蛮有心意的 但是我父母 完全对我这个东西 不在乎 那同时 你既然你对我 还我不在乎 那我也不在乎 你的感受了 我之前 一直没有找到 一个很好的 发泄途径 之前是不抽烟的 是戒烟的 然后最近这事 让我重新 打起了想念 失眠嘛 可能一连 一个星期 都不会睡觉 然后 精神状态很恍惚 也不知道在干嘛 也没有自己 想干的事 有天喝醉酒了 从我自己酒吧出来 沿街不是有 停两排马路 有车嘛 然后我从这个车顶 跳到那个车顶 我跳两条街 第二天我还纳闷 警察怎么不来抓我 后来也没有出事 对 就是 真的就是一个情绪问题 人类吧 七星六遇 但是比别人 动物更高级 就是人的感情更丰富 发泄就好了 它不会变好 但是你会有 更有信心 去让它变好 今天砸东西了 行吧 待会喝咖啡 看书的 我会更 内心会平静一些 我去的那天 这家发泄屋的创始人 金萌 刚好也在店里 他告诉我说 目前来讲 这家店的客流状况 还有顾客群体 基本上符合他的预计 平均来说 每天有二三十个顾客 其中大部分都是 北京的白领和大学生 我们现在大多是 还是投资消费的客人 但是也会有一部分 是定期会过来 然后有自己习惯的 有我们知道 有一位男性 顾客经常会过来 每次过来 就砸一个假人 三十岁左右 高高大大的一个男生 来了之后就很平静 然后在外面 跟我们一直就都 特别有礼貌 就跟我们去正常去聊天 然后进来之后 音乐开很大声 直接就开始 然后就开始大喊 杂摸的过程中 会有不停地说几个名字 有可能是领导 或者同事这样 声音很大 就在房间里面 真的是够crazy 他准备加一个物件的时候 一打开门 立刻说 你好 可以再帮我加一点 什么东西吗 这样 然后关上门 立刻就 然后再继续 刚刚的活动 对 金萌告诉我说 他本职工作室的公关 之所以会开支家店 参考的是一些国外的创意 后来我去他们店里很多次 每次去的时候 我最喜欢看的 就是发泄物里的监控录像 我发现 大部分的顾客身上 都呈现了金萌所说的那种反差感 也就是说 进发泄物之前 他们都显得彬彬有礼 而一旦到期时开始 房门关上 他们立刻就把自己 最疯狂的一面释放了出来 有一次 我遇到了一个 带着女朋友一起来的顾客 她做广告的 叫小陈 她告诉我 这个地方让她想起的电影 搏击俱乐部 她觉得 在某种意义上 搏击俱乐部的主人公 就是发泄物的典型顾客 像她自己一样 我能理解我做过 现实生活中我也做过 我跟我特好一朋友 出玩了 我想2004年 然后当时我们两个就是 觉得你有压力 然后就怕别人超过你 或者是觉得考试 或者是学业 会有压力 然后我们两个继续操场 就我戴眼镜 她没戴眼镜 手上不要有尖锐物 然后把眼镜摘下来 互扇耳光 就真的就会很爽 手感特别爽 扇个五六个之后 两个脸上都活来了 但是就感觉情绪释放出来 回来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 OK我们来互扇耳光 那个行为突然 虽然听起来挺荒诞 但是我觉得 我们把情绪控制在 可控的范围之内 对吧 这还是OK的 而且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是我看 波及俱乐部这部电影之前 后来我看到 皮特和那个诺顿 他们演的波及俱乐部 我觉得哇 老子当年也干过这种事 十几年过去了 巧琴从一个中二少年 长成了巡贵导曲的成年人 如今在他的生活里 令他焦虑的不再是成绩 而且PPT 客户 还有永远无法被取悦的老板 刚才我女朋友提醒我一首歌 就是 今年春晚的时候 白凯南他们唱 白凯南 沙翼 还有那个 尼个买提 尼个买提 他们唱了一首 叫快乐男子汉的一首歌 就里边有一句话 当时他就跟我说 这句话就是为你写的 就是 加班熬夜写的方案 然后 被推了一稿又一稿 对 就是被推了一稿又一稿 就是我现在就面临这个感觉 就有的时候加班可能 会到很晚嘛 就是大家说的现代的 都市男青年 都市男青年 就像六七十年代的 那工厂里的缝纳机女工 然后在缝纳机 我们就是在公司里天天写 写方案 然后做PPT 我在上一家公司 我曾经写 写一个方案 写了有 不下 不下二十高 然后就 那种感觉真的就是 会把你 逼到 文会那种 其实甲方都还好了 就是 他不会去故意的刁难你 但是他给你的这个高度 可能会很高 比如说 我给你五十万的预算 让你给我盖出 盖出一个像天安门一样的建筑 哇 你这是在搞笑 但是老板真的就是 接了这个活 很多的时候是老板 傻逼 然后 尤其是我上一家公司 逼逼逼这家公司 然后老板就会 他完全对技术的投入 或者是对这种方案层级的成本 他是完全没有 没有感觉的 或者是没有预算的 就是 他觉得别人能做的事 我也能做 他说过最傻逼的一句话 就是 百度不就是个搜索阴心吗 然后就好像 我弄个三五条枪 就可以 做成跟百度一样的事情 我就觉得这样 特傻 就是说你 不再不了解一件事物的时候 然后 你冒冒然的去 让你手下的这些兄弟 然后去干一件 表面上可以完成 但是实际上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了一件事情 对 我觉得特傻 所以当时 我就一言 决然的从那辞职 就走掉 排了四十来分钟的队以后 小群和他女朋友 进了一间比较小的发泄屋 不一会儿 隔着很远的距离 他们房间里 就传来了玻璃瓶 不断碎裂的声音 我们俩不到半小时 因为我们俩砸瓶子 速度特别快 说操点就是 一句脏话一个瓶子 然后进度比较喜人 是吧 不需要心理建设 因为这是预约的 在来的路上 就会想到 比如说我们会想 我要对哪个 BBB的吐槽 或者是怎样怎样 那个名字我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来了以后 直接就 就对他就可以了 二十分钟后 他们俩砸完了瓶子 觉得不过瘾 给他们家里台废旧的DVD 还有一个鸡顶盒 有意思的是 就在他们两个 疯狂吹打鸡顶盒的时候 电影又来了对情侣 情侣中的男生叫老刘 他到了电影之后 满脸的不情愿 对监控的画面 皱了半天眉头 累不累 怎么看他们打的 我有病 我以为你带我上这玩 咱怎么那么累 对啊 就砸了 把你昨天输了钱的痛苦 给发现出去 这挺变态的这个 这就是我们心理变态 有一个心理疾病的人 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 一个心理疾病的人 才玩这些东西 你看就像我跟你吵架一样 我就会很生气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知道吗 就想吵你嘛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有这个 让我摔的话 就我生气的时候 我也会想摔手机 不是你问 你感觉 你就看这个 现在这个 这他们在做的这些东西 他们很开心 你没感觉到吗 为什么开心 因为发现 砸东西就叫发现吗 那你 那你去打牌 是为了啥呢 打牌是为了娱乐 那你说 又去 说了啥呢 你最开始 是为了挣钱 是为了赢钱 你最开始打牌 说了啥 不就为了发现吗 是为了放松自己 吵了好半天 老刘看上去兴趣了了 差点就想走了 我听了半天才明白 他们两个之所以 火药味这么足 是因为三天前 刚刚吵过一架 书贤 书贤是因为 我们俩人吵架那天 对 然后心里边不舒服 然后 也没想 第一想喝酒 然后但是喝酒 搭着他不喝酒 然后就说去 去打牌 打牌的话 就一直背嘛 本来想的是 情场 情场失忆 对对对 赌场能得意 这个很好笑 对不对 没想到 双 双败了 他就是抱着 书贤的打算去的 结果书超支了 对 准备输五千了 输了一万 对 然后他说 别招惹我 我烦着呢 有一股气 不知道哪撒 就不想理他嘛 但是我 但是我又去 网上搜嘛 搜可以发泄情绪的东西 然后说有跑步 但我刚刚不说了嘛 就他没可能嘛 然后就说有这个 情 就是有这个什么 发泄屋嘛 结果 结果他一来就吐槽嘛 对吧 我就觉得很尴尬 他妈都来了 还在那边 反正就是 还是刚才那句话嘛 就是第一眼 就是感觉到 就是一种变态的行为 一种不理智的行为 然后 我觉得成年人 应该是很理智的 然后他不像孩子 或者说是 那你吵架的时候 怎么不理智啊 因为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不理智 就是 就是行为恶劣 因为这个东西 你只是说 你在现实生活中 你去满足不了 然后你在这里边 你才能 就跟游戏一样 就在这里边 你才能感觉到 说有一种 寻求一点刺激 寻求一点安慰 其实这种就是懦弱 我觉得 很懦弱 很自卑 很不舒服 才在现实生活中 满足不了的 所以说才 玩这个 比如我输了钱 你抛弃你的女朋友 一个人在家哭 你去输钱 你不变态吗 相同的变态 只是换一个角度 比如说我输了钱以后 输了钱以后 然后我心里边 只能说我很后悔 我给他打了很多电话 他又在输钱 你知道吗 你说他还给我 有脸在这里 输了钱以后 我只能说 我自己很后悔 但是呢 我玩完这个以后 尤其是对小孩 你知道吗 就是十多岁的孩子的话 他会 他会 他会慢慢的 他会有一种那种 我感觉 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他打习惯了以后 他会在社会上 比如说 他是喝了一点酒 他会感觉 当时我打那个时候 那么爽 我也拿这个打他一下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不经常打 你不会感觉到 我get到你的意思了 就是打习惯了 明白吗 就是打习惯了 就跟骂习惯了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点太 太决绝了 就是你说玩这个游戏的人 是心里自卑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说 真的 那你说 你去赌博的人 是心里 是自卑的 还是不自卑的呢 狮子座 你自卑吗 你不自卑吧 但是就每个人的发泄方式 是不一样的 老刘并不是唯一一个 对发泄物有偏见的人 事实上 在开店之前 连创始人金某都担心过 这样的场所 会不会助长顾客的暴力倾向 不过在那之后 他做了很多的考察 还咨询了心理医生 最终得出结论是 当一个人把暴力的行为 局限在特定的场合里 反而能够消解负面情绪 老刘告诉我说 他承认人有负面情绪 也需要发泄 但他并不认同 关起门来砸东西 这样的方式 不过最终 他还是不情不愿意的 跟着女友进了发泄物 十几分钟后 他们两个走了出来 脸上的表情都松弛了很多 我第一下砸的是 你们都出去了 然后我砸了一下 偷偷地砸了一下 然后我用了很大的力气 然后一下子给他砸碎了 特别碎 然后那个 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 爽 就是很爽 就是我感觉 以前经历过的很多事情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我昨天输钱的事情 或者是我跟女朋友吵架的事情 或者说是跟朋友 或者工作压力 或者说是朋友有一些矛盾 我都会感觉到没会想 然后后来越砸越兴奋 越砸越兴奋 就是感觉 好像什么都忘了一样 就我不太清楚你是真的 享受还是没有享受 就因为感觉他好像也还好 也没有那么兴奋 他刚才诱导我 想让我跟他去砸 砸电视 砸到一半 砸到一半的时候 我也有那个想法 你也有啊 就是砸到一半的时候 我也有那个想法 他一直跟我说不要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心动了 但是我的理智 我觉得你也是有点想玩的 但是我的理智 拒绝了 我非常 我是一个非常有理智的人 但是我提你用电视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爽 对啊 但是我本来就没有爽啊 那咋也是爽啊 爽 来一次爽干净的 但是我是比较理智的啊 那你就是你来了之后 你砸了瓶子之后 跟你来之前 你有觉得你得到了放松吗 我得到了什么是吗 得到了放松没有 得到了 肯定是得到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 你刚才说 这个不自信什么的 我觉得太决绝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种情绪的发泄方式 嗯 是 但你说的对 如果当我们习惯 或是依赖某个东西的时候 就会下意识的去习惯它 对啊 那是不好的 但是其实偶尔 适当性的也是可以的 就你如果你觉得 你又觉得开 就轻松了 我也还蛮开心的 就觉得 哎 带你来还蛮值得的 因为我真的觉得 还蛮贵的 老刘和他女朋友 是发泄屋当天 最后一批顾客 临走时 老刘问我 是没试过杂志的瓶子 我说还没有 其实我觉得老刘挺幸运的 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关心他的人 会想办法找一条途径 让老刘发泄自己的情绪 不管老刘喜不选 这条途径 至少 在这座令人感到焦虑和 孤独的城市里 他内心的小野兽 已经获得了关注和理解 其实 到今天为止 我也没有在发泄屋 亲手杂志过任何一个瓶子 我同意老刘的看法 对任何人来说 发泄和理性 都不是完全冲突的存在 我也同意小陈的说法 在当代社会 每个人都会有那么几个 想要加入国际俱乐部的瞬间 越是被社会驯化过的人 往往越是需要一个出口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助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制作人梁柯 本期节目由我制作 声音设计彭涵 如果在你的生活中 也出现过那么一两个 想要砸碎一个酒瓶的瞬间 请在评论里分享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